C型的人格为常急患的话 这些人的话 他们的特色就是说 情绪上面起伏很快 翻脸像翻书一样 前一刻还跟你有说有笑 那之后的话 一下子就马上会跟你翻脸 那或者是说他做事情会比较冲动 那这些人的话就容易会有 忧郁的一个情形 所以在我们所谓的人格急患上面的话 的确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 王艺术你刚提到说 C型人格的人 他有一样是要求完美 那我会觉得说 要求完美 做事情要求完美的人 其实他内在潜在的因素 是因为他对他周遭 或是他生活上的事情 他的安全感没有那么的充足 是不是 这有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他对 所谓的完美的一个个性 完美的这样的一个 做事的一个态度 或者是说他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一个形式的一个作风 那当然有可能是他比较容易担心 所以他会不断的去检查 那避免有错 或者是说他也有可能是说 他对自己的要求标准很高 那他希望做到别人认为60分就好 他希望做到100分 那他希望他做事情的时候 他的从管理学的角度 他希望他的评管是QC是100分的 不能有错的 所以他就要不断的给自己一个压力 不断的去检查他自己的做的事情 到底有没有做到一个标准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行为 会去想说他有可能的原因有哪些 他通常最后也是多重 那其实这一些原因来讲 其实都回归到我们原生家庭 这个面向对不对 所以其实王医师有没有说 我们电视机前面做爸妈或做长辈的 他如果自己已经组成一个家庭 然后有小baby的话 要怎么样去教育我们的小孩子 然后让他的这些情绪 可以导向正面的方向来发展 是 那的确就像主持人所提到的 其实在我们的发展的过程中 从小到大 那在每一个阶段的话 家庭扮演的角色都不太一样 那通常在还没有进入到学校之前的话 家庭的一个角色会是最吃重的 那慢慢的如果 我们的所谓的小朋友进入到学校以后 他慢慢会从家庭转到学校的同才团 那之后到成人的时候 他可能就会独立 那在家庭的一个陪伴的 就是说在这个小孩子的发展的一个过程中 他的一个角色可能从一开始的 是一个协助的一个角色 到后来可能就是 慢慢的会变成是陪伴的角色 最后的话可能就是会慢慢 就是说如果他是独立的话 就是彼此之间就变成是一个 比较平等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角色 那如果是我们在比较小的一个过程中 在还没有进入学校的一个小朋友来讲的话 通常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的话 尽量还是少以很严格的一个责备啊 或者是说打骂的一个方式 因为这些如果说在对这些小朋友给予太大的这些所谓的一些创伤的话 可能会对他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话 就是像他的安全感 这些的话都会有一些影响 王医师我们先借一下空间电话 吴先生 吴先生您好 喂你们好 请说 我想问问你们一件事啊 那个精神科 你们是看在水上是精神科的病吗 对没错 其实我也是有精神科的压力过的 就是可能说是读书的关系啊 要不然都是家庭负债的关系 要不然就是社会上的事情也是有了 之前我没有朋友骗过好几次了 被骗过了 然后因为感情的因素也是有了 以前本来心情不好 上车电视经文都有播 想要放火去找他 这个是没怎么样做过 我其实有看过精神科过的 现在认为说 精神科我已经治好了 现在人说社会上的事情 民众是不要管的 然后我想说 我想问一下精神科医师说 有些读书精神分裂是代表什么意思 是不是社会压力大的关系吗 吴先生不好意思 我想再麻烦您重述一下您的问题 您是说 社会上什么 可以再麻烦您重述一下您的问题吗 社会上就是有国民党跟民党在吵架过 好像有时都看新闻 为什么明明是学生做错事情 为什么老师还要 为什么老师骂他打他 为什么也是老师不对 是不是媒体的关系会造成 这些精神压力的来源这么的多 是不是 是这样是人这样子说没错了 而且我曾经当兵的时候也得过精神分裂过了 我看过好奇的精神刻过 因为怎么说 生到不好的家庭过了 后来慢慢的话 吴先生我们是不是先让王医师来回答您的问题 那也麻烦您先不要挂断电话 我知道 王医师可以跟您做一个沟通跟咨询 可以啊 OK 非常感谢吴先生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个经验 那吴先生刚刚提到的有几个地方 的确是值得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第一个就是说吴先生刚提到 他有这样一个所谓的情绪上面啊 或者是说一些我们精神科方面的一个问题的时候 他就积极的寻求一个协助 那他很高兴的就是说他听到 我们听到说他现在已经比较一定了 他比较可以能够过他想要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情况 那这是一个好事 那刚刚吴先生也提到了 就比如说他在生活上面遇到了一些压力 比如说像是感情啊 或者是朋友啊 这些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压力支出上面的话 这些 尤其像感情这个因素的话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压力啊 那像亲人的一个 像离婚啊 或者是说你很自亲的人一个离开 其实这个对你 对每一个人来讲的话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压力源 或者是说一个很大的一个不愉快的经验 那我觉得吴先生在这里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示范就是说 真的不要怕就是说大家如果说有遇到困难就走出来 那也许你自己以前有一些方法是不错的 那可以试试看 那如果说你的方法是效果还是没有很好的话 那这时候可能真的要有其他的人一起来帮忙你 或者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其实走过去了就好了 跨过心里的那一关其实就海阔天空了对不对 那吴先生是不是还有其他想分享的心情想跟我们王医师或是观众朋友分享呢 其实我想跟所有的全世界的男女生讲 不要有时为了感情的因素我就想要杀人啊怎样 我是建议很多人有什么去看过精神科 也有人说只有看精神科脑筋有问题 人家看你不起啦 刚开始我看精神科我也会这样子想 可是之后我去看精神科之后才知道 精神科之能代表解除你的压力 能拯救你 然后我也是建议所有人能听到我的电话之后 如果有什么感情因素啊 社会的因素啊 去看个精神科一下 还有些人不要想说为这个女人去杀人啊 自杀啦 不见不得的事 这是不值得的事啦 现在社会上失业也是很多啦 可是我觉得放轻松看一下精神科冷静一下 OK 谢谢吴先生的分享 吴先生真的很勇敢 看来他已经成功地跨出他心里的那一关了 那就像刚刚我们王医师有跟我们提到了 就是其实像离婚或是感情上的因素 都是有可能造成我们压力来源的一个原因 对不对 那从王医师的一个资料里面 我比较好奇的是 这个结婚也会是压力的来源啊 这让我感到非常的好奇 其实在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也有准备一些资料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在我们的一个 就是说过去的一些前辈们的努力的话 其实我们常常会认为说是 不好的事情才是一个压力的来源 那大家可以仔细地去 好好的回味